2011年3月11号 东日本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了特大的海啸 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最高等级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12年时间过去了 许多当时被迫转移的福岛民众 仍处于有家难归流离失所的状态 而随着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临近 很多民众都感到他们归乡的希望越发的渺茫 今年69岁的福岛人提早九江 是日本311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受害者 经过多年的辗转避难生活后 他在五年前来到了祁育县佳虚市 提早九江说 12年前灾难发生时的景象 他至今都历历在目 而与灾难发生时刻骨铭心的恐惧和痛苦相比 灾难发生时避难通知的姗姗来迟 更令人感到心寒 我听不懂 全然分理ません 我听不懂 テレビ或Radio Aye 我听不懂 在一段时间 10 13日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提早九江 随着人群离开的家乡 从此他的生活彻底变了样 灾难发生前 提早一家五口 一直居住在距离福岛核电站 只有2.5公里的双叶丁 家中原本养了20多头肉牛 还有10多亩的水稻田 经过多年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 提早九江的丈夫已经离世 孩子们也都去了百十公里之外的慈城县 提早九江孤身一人在祁育县谋生 他在这里租了一块地用来种蔬菜 但去年开始能源价格不断上涨 生活压力也随之倍增 为了节省电费 提早九江很多时候 晚上连灯都舍不得开 家乡福岛的稻田也早已荒废 原本的房子正后损坏严重 又处在高辐射危险区域 不仅无法修复 连回去看一眼都变得十分困难 家は壊れて荒れ放大になっています 家の中に入れる状況ではありません 放射能 放射能は 私は一時帰宅を8月26日にし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時に線量計渡され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時は警報器が鳴りっぱなしで 提早九江说 直到今天 老家房子周边的辐射量 还高达每小时6微息幅 这是国际安全標準 每小时0.23微息幅的 約26倍 让他難過的是 相关的环境辐射清楚工作 到现在也没有进行 而責任方 東京電力公司 所谓的保证和承诺 更無法让人信服 提早九江说 直到今天 他和邻居们的房子 農田 也没能得到妥善处理 更過分的是 日本政府又开始推行 核污染水的排海計画 这让一直以来 期盼归乡的福岛人 不得不断了归乡的念头 他们纷纷表示 难以接受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計画 海に流さないで そのうちに そうですね いろいろ研究していったら もしかして もっと数値が下がってから 海に流せることも あるかと思うので こんなに早く 海に流すなんていうことは 反対です 帰りたいです 生活ができるならば 帰っても まだ生活できる ようには なってないんですね ですから 年を取って 生活できない場所に 帰ろうという気には ならない をお楽しみに